12年前,38岁美好年华,她的家庭却突遭变故 是什么让她惧怕,又是什么让她坚守 丈夫患病十二载,她为爱守候,又能否等来命运的春天 这几年太劳累了,就搞了一身的病 逆境十二载,我与你前行 都市情缘,今晚播出 都市情缘,情短期间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看我们的节目 我是亚芝 如果您遇上了什么心理困惑或者情感难题 需要我们帮忙解决的 可以关注我们栏目的微信公众号 或者是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07918831 6800 今天的节目呢,讲述的是一个普通的农村女人 简小兰的故事 她刚满51岁 12年来对于生病的丈夫不离不弃 丈夫病倒之后,在国家扶贫政策和当地扶贫干部的帮助下呢 她坚强的用柔弱之躯,担负起了家里边所有的重担 12年来,她不仅要照顾丈夫 还要出去工作 还把一双儿女培养成才 她的事迹在当地人尽皆知 有口皆知 现在让我们一起来走进简小兰的生活 躺在病床上的男子就是简小兰的丈夫 雄安华,今年53岁,以丰县方锡镇上屋村人 她身患尿毒症已经12年了 此刻,她已经血透了两个小时 但依旧还需要近两个小时才能结束血透 因为血透要连接血液透析机 所以上击下击成了血透患者 对开始血透和结束血透的一种说法 常年的肾脏血透 雄安华似乎已经习惯了 忍受长达四个小时的透析带来的不适感 而她的妻子简小兰一直陪在丈夫身边 看着病床上的丈夫 简小兰心里也很不识滋味 她心疼12年来 丈夫所忍受的病痛的折磨 但无奈,自己却不能帮她分担 你一周要来这里透析几次呀 现在三次,以前是两次 你能数得清你来这里做了多少次透析吗 应该有一千多次吧 一周要来三天做这个透析 要花多少钱啊 以前更多 现在又少一点 现在又拿个精准扶贫 简小兰说12年来 为了给丈夫治病 她的家庭几乎被掏空了 不过,现在得益于国家的精准扶贫政策帮助 他们家的生活已经改善了很多 但在丈夫刚得病的前几年 日子是相当难过的 那几年什么是最困难啊 孩子要读书 他要抗病 我还要去做事 打零工赠钱 回家还要盗鼓他 那个是孩子还小的 那个小的才七岁 那个压力可是能受不了啊 谁都受不了那个压力 简小兰回忆 12年前 丈夫因为眼睛浮肿去医院检查 不料被查出得了肾萎缩 她和丈夫都被吓坏了 当时她还不满38岁 丈夫也才40岁 他们不相信命运会如此残酷 伤心恐惧之余 她和丈夫开始四处求医 道路急医 急找医生 能再说哪里的好 我们去去哪里找医生 简小兰说 虽然找了很多医院给丈夫看病 但是丈夫病情愈发严重 激进绝望的丈夫决定放弃治疗 待在家里等死 她恐惧万分 人家都说不行了 生命法不行了 马上就死掉了 你看到我到处 走路都不能走 通声都等了 有几次 有几次想死了 后来怎么 想到你死了 你怎么办 在这个家 家这个孩子怎么办 如果对孩子影响的话 我死了 我不去 我成了罪人 怕影响当时即将考大学的女儿 熊安华才没有选择轻生 熊安华回忆 在她最绝望要放弃治疗的时候 妻子却没有放弃她 一不好 哪怕倾家荡产也要去 我不会丢下你不管 熊安华说 妻子的这些话 当时深深地感动了她 给了她巨大的支撑 让她重燃求生的渴望 没多久 简小兰十八岁的女儿 考上了大学的消息 这又给熊安华更多的希望 在妻子的支持下 她选择了一直惧怕的血透 来治疗 透析啊 年薪透析 透透了三十多斤水啊 身上 简小兰说 通过透析 丈夫的身体有所好转 但身体仍然比较虚弱 而今后 丈夫的治疗费用 还可能是个无底洞 钱从哪里来 家又该怎么维持 为了这个家 她毅然做了一个决定 以前我不用自己赚钱 她知道这个病 我还是自己赚钱的 还要用孩子 生活跌入谷底 又能否触底反弹 人间大爱 无非是真情换真心 二年我们结婚了 生孩子 都是她的苦 密尽十二载 我与你前行 都市情缆 正在播出 这里是江西二套 你的都市频道 我选特别香的 鲁花低解酸菜籽油 鲁花低解酸菜籽油 煎 炒 烹 炸 炖 样样都好吃 特别香的 鲁花低解酸菜籽油 男人肾虚 请用好护士牌 强胜片 幸福是每个男人的责对 懂你的悲伤 我如果能跟别人 两个结婚就 能顺利的生下 啥的有多好玩 更懂你的不甘 我想不可能的 别人有的我会没有 懂你的难处 不要说我还 有点舍不得钱 因为那个时候 我也不敢抱着 你还不敢抱着 更懂你的幸福 快来看快来看 两条杠 两条杠 然后我老公笑得不得了 是两条杠 傻子 我现在的生命里 全都是孩子 2021江西省 红十字基金会 专项基金 联媒华山医院 推出全培住孕计划 一年不怀孕 全培退费 一百个公益原住民额 守护一百份温暖希望 用专业与安心 读懂每一个妈妈的心 首都医科大学 复兴医院 一连体医院 南昌华山医院 8521 1313 夏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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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茶油 夏日 敲黑板烂 江西广电网络 独家直播 电视空中课堂 中小学十二年级 全覆盖 国家记名师 在线授课 凡是江西广电网络 电视用户 均可免费收看 孩子学习不愁 学不伤眼 家长放心又省心 详情请咨询96123 或当地营业厅 简小兰的丈夫 熊安华 在患上尿毒症之后 丧失了劳动能力 为了维持这个家 2011年 从未外出挣钱的 简小兰做了个决定 去附近打工 挣钱 养活这个家 从此 简小兰 从俗话说的屋里人 开始走向屋外 一间挑起了 挣钱养家的重担 那么简小兰 一个女人 如何能够挑起 养家的这个重担呢 为了赚钱 为了养家 为了给丈夫治病 头几年 简小兰一直做着几份工 多年来 家庭的压力 工作的艰辛 让她的身体早已不堪重负 那个十二年 一杀子 那个口里吐了好几口鲜血 我杀得要命了 怎么办呢 怎么去吐血啊 我怎么搞的啊 肺炎 急性肺炎 吐血 过年过年都在医院里过的 证件出去都在打 那个吊瓶 熊安华心疼不已 但妻子出院没几天 就又去上班去了 不足以身体吧 就是拼命地坐 他觉得这个病魔 什么都要我一个人去坐 他也不心疼 他也很心疼 就是没有办法 熊安华说 在他对抗病魔的这十二年里 是妻子一直在鼓励他 支持他 给了他温暖 而坚强的后盾 老冬呢 我看的时候很有福气的人 我上其他人就这样了 是吧 他就是有福气 没有福气的人 如果不是他这么好 我的乐子就干难过了 这一次 不善言辞的熊安华鼓起勇气 想向妻子调他感谢 这十几年来 对你谢谢 你心情的付出 使我发到了现在 不是你这样 我发的没有这么好 可能早就死掉了 不要想我自己应该 我们这么多年都过来了 我们的生活还是懂得 比一天一天比一天好 结婚近三十年 两人基本没有这样 面对面的拥抱过彼此 当记者问简晓兰 是什么支撑着他 这么多年来 心甘情愿地照顾丈夫时 他说 这得从他和熊安华的相识 开始说起 那年我21岁 22岁还没买 熊大哥是 他24岁 24岁 当时介绍的 然后你当时觉得 这个熊大哥怎么样 刚才我是不从你打了 他好黑呀 他的皮肤好黑 说起相识往事 简晓兰的脸上有了笑容 他说 一开始并没有看上丈夫 因为熊安华皮肤很黑 家里也一贫如洗 但是随着深入了解 他觉得丈夫为人可靠 值得依托 于是两人在认识第二年后 就结婚了 第三年 女儿就出生了 对我很好 那年我们结婚了 生孩子 都是他得过 我什么事都不愿做 对他们不做 简晓兰说 熊安华从小没有母亲 但是他却非常会照顾人 在外做工吃苦耐劳 在家对他温柔体贴 虽然家里并不富裕 但他觉得很幸福 那时候我就觉得 那个没嫁错 然而对于这一家来说 幸福日子却是一晃而过 简晓兰根本没想到 厄运竟然悄悄降临 十二年前的一天 熊安华去姐姐家吃饭 作为护士的姐姐 觉得弟弟双眼浮肿 似乎有些问题 建议她去医院检查 结果一查 说是胜萎缩 这结果如晴天霹雳 简晓兰自别地说 可能是丈夫那时做工 天天夜班太累了 才导致她生了这个病 之后她下定决心 要给丈夫治病 我们也不费去赏的 回来离开她 以前我们她对我这么好 我怎么她一得病 就这样赏呢 我不费这么赏 应该算是爱情吧 只要互相信任 互相理解 互相信任 互相理解 我信你便不会辜负你 我理解你的痛苦和付出 便愿用我一生陪你共度难关 你就是觉得夫妻就是应该 互相信任 不离不弃 同方更苦 为了省下每一分钱 这么多年来 简晓兰的行动令记者吃惊 十几年来 一生就没买一身 没有买过一身衣服啊 没有 以前买了 那个小姑子拿过 都是拿别人的衣服啊 以前姑子买 等于二十年 十几年 我孩子也是 紧人家的衣服 人家 比如说你们小孩子 要不要我们这个衣服 我说要我要 十几年来 简晓兰说 不仅她和丈夫 没买过一件衣服 而且她也没给 两个孩子买过衣服 她说 这样都是为了家庭 而她儿女也非常争气 2011年 简晓兰的女儿 考上了湖南大学 之后因为成绩优异 被保送研究生 而儿子 在2020年 也以617分的高分 考入了南方医科大学的 预防医学专业 这一天 江西福利彩票 福彩公益刑 走进千万家活动的 工作人员 得知简晓兰夫妻的 感人事迹 为他们送上了 三千元的爱心款 我们福利彩票 公益刑 了解到这个情况以后 山里面 即使给了三千元 给予她的帮助 让他们享受 在我们党的政策下 享受更好的生活 简晓兰说 2010年 在她和丈夫花光积蓄 致病无果之后 亲朋好友 也给了他们很大的支持 她的父母 也用尽全力支援她 从未劝她离开 好苦啊 没有办法 是不是啊 接着登附个道顾啊 不叫登附 那就没有办法了 简晓兰的父母 特别淳朴善良 他们从骨子里 就认为 夫妻是一体的 女儿理应好好照顾生病的女婿 儿女先后入大学 她感恩党的政策 你考上了大学以后 真的假装社会 你也有学会感恩 生活健好 她依然勤劳 大步向前 少得养个人 也是为我争气的 现在现在累一点 苦一点 也是值得了 逆境十二载 我与你前行 都市情缘正在播出 这里是江西二套 你的都市频道 心脑健康公益时刻 江西都市频道 温馨提示您 在中国 心脑血管病人数 高达2.9亿 血液粘稠 容易导致 大脑和心脏缺血缺氧 引发头晕头痛 胸闷心慌 气短乏力 甚至心梗脑梗 中风偏瘫 预防血栓 你我携手 立即清血 净化血液多运动 心好脑好精神好 今天您清血了吗 好好好 赌了赌了 这茶壶赌了 还不要紧 如果得了三高 血粘稠 哎呀 就怕赌了心和脑 高血压 高血脂 高血糖 血液粘稠 均属哄血范畴 哄血不清 就容易堵塞心脑血管 清血八味片 传承三百年清血古方 精选矿物药 动物药 植物药 三药合一 清哄血 您看准了 清血八味片 专利药 专药清哄血 清血八味片 祝您 混血清 心脑好 猛其清血八味片 男人肾虚 请用好护士牌 强肾片 幸福是每个男人的责任 关注肺健康 中药补肺丸 祖方源自补肺汤 补肺液气 止咳平喘 喘咳 气短 干咳 痰黏 你需要注意补肺 中药补肺丸 专制咳痰喘 帮扶不到位 爱 累了 精确识别 精确帮扶 路子通了 爽 精准脱贫 一路向腹 数万公里 严选六十七味道地药材 上百道检测 数万部寻检 严控产品品质 只为这一瓶红毛药酒 拜您红毛 精致如今 简小兰与熊安华 是一对患难夫妻 在丈夫患病之后 简小兰不离不弃 近几年 靠着政府精准扶贫政策的落实 和夫妻俩不放弃 勤劳能吃苦的精神 他们的日子越过越好 如今他们的儿子都考上了大学 这让他们觉得 日子越来越有希望了 妈 谢谢 考上了孩子 妈妈高兴 女生还不 妈妈比的人图书 我心里不高兴 妈妈 我早就晚了 爸爸 爸爸 妈妈 好感兴趣 爸爸 爸爸 非常好 看到儿子熊玄 简小兰的脸上露出了灿烂的笑容 简小兰说 2020年 儿子考入了南方医科大学 儿子之所以考医科大学 是为了父亲 也为了将来 能够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病人 励志读书 高考夺魁 魏家国 刻苦攻关 红心向党 郑中华 金榜齐名 我说你 你的考上了大学以后 真的教成社会 你也有学费感恩 又报仇祖国 报仇那个社会 简小兰说 她为儿女感到骄傲 希望儿女 也能在不久的将来 能够回报社会 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在你心里 你妈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啊 简小兰坦言 之所以让儿女要感恩社会 是因为国家的精准扶贫政策 以及扶贫干部们的用心 让她和家庭感受到了温暖 政府也好 政策也好了 医疗 读书 那个抗病 有报销 前一年有精准扶贫 政策好 对你们家的帮助大吗 肯定好 读书 还是读书 是吧 明年有补贴 这个也感谢党 感谢庚厂党 感谢登策 简小兰说 不管经济上 还是生活上 精准扶贫政策 切实帮他们家 解决了很多难题 比如 因为家里以前 没有洗澡间 村里在2020年 就出钱 帮他家盖了一间 漂亮的卫生间 当天我们来到 上屋村委会 了解情况 在这里 上屋村党支部 雄书记告诉记者 2020年 是全国脱贫攻坚的 收官之年 他们切实地 把精准扶贫政策 落实到了 每个贫困户家里 简小兰跟 熊阿房夫妇 作为一个 建党利卡 贫困户的家庭来说 在这个政策方面 我们村里面 包括政府这方面 都是该享受的政策 我们全部是 不择不扣的 落实到了位 雄书记告诉记者 简小兰家 享受了产业扶贫 教育扶贫 安居扶贫 等九大扶贫政策 简小兰夫妻俩 享受了国家的低保 每人每个月 有三四百元的补助 更重要的是 他们家也是 建党利卡贫困户 最重要的是 他成为 建党利卡贫困户后 他住院 这个费用 已经基本上 是解决了 百分之九十以上 现在这一季要 百分之十 以前有好多药 品例药 都有百分之三十 没报的 扶贫先扶质 简小兰说 党的扶贫政策 很好 他更会努力 为家庭创造更好的生活 天还黑乎乎的 简小兰和丈夫 一个打水 一个生火 一个弄饭 一个洗菜 夫妻俩就这样 互相配合 即使没有说话 也是分默契 每天基本上 都是这个点起床吗 有时候 还是可以 来个早一点 吃完饭才六点半 当天早上 天空还下着零星小雨 在天还没有 完全亮的时候 简小兰已经戴上了 防寒的口罩和白帽子 又套上女衣 骑着摩托车 向工厂方向突发了 简小兰工作的地方 是一个木材加工厂 这里本是属于 男人们工作的地方 但简小兰说 她在这里 已经工作了好几年了 换完衣服 她来到了机器前 开始了工作 旁边的工友还没来 简小兰已经开始了 一天的劳作 她告诉记者 去年因为自己不小心 切割木头的时候 把手给切伤了 至今想起来 仍心有余悸 当时什么情况 把这个板子 拆进去 把这个锅子 把这个开上 这个拆一下 就拆拆的 拆成了 就在这里 把这个拆出来 简小兰的右手中指 因为受伤 已经弯曲变形 她说即使 有点心理阴影 也只能以后注意点 就行了 因为更轻松的工作 都不要她 这个年纪的人 这个活时很累 时间很长 简小兰说 她一般早上 就会从家里 带来午饭 中午吃完 就会继续开始干 一般晚上 她会坐到 七点多下班 因为是按键计费 她能多做一点 就多做一点 找到养个儿 你是为我争气的 现在是累一点 苦一点 也是值得了 晚了就六点多 六点几点就会来 工友们都说 简小兰每天来上班 都会比大家早 大家从内心里 感觉简小兰 真的太辛苦了 为了家庭 她付出的太多 我做不到 真的我做不到 所以我一直真的很配 这个玩 不离不齐 就松了好的 两夫妻的 我说她脾气好 好好地 捣鼓她 天天 天天还要去 打工 在我们全身人民的 这个眼里 简小兰第一个 是真真正正的 这个贤妻良母 第二个 她是真真正正的 不离不弃 对丈夫 第三个 她是真真正正的 吃苦耐劳 确实令人感动 这种精神 确实知道我们学习 简小兰 勤劳 善良 勇敢 有情有义 在丈夫患病之后的十二年 她用柔弱之躯 负重前行 照顾丈夫 供养儿女 外出务工 她任劳任怨 无怨无悔 简小兰说 她之所以能够撑到今天 除了对于家庭的爱 离不开国家扶持 特别是国家的精准扶贫政策 让她和家庭感受到了温暖 日子也一天天好起来 逆境十二载 简小兰与家庭一起前行 她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 简小兰 你是好样的 是你早就今天的我 好的 今天的节目呢 在这就结束了 因你不凡 迈向未来 江西省首当音乐 网络综艺节目 全程抢麦 百万酷炫舞台 带您唱嗨 整座城市 只要您爱唱歌 赶紧来报名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两百张进击卡 等您来抢 明天的同一时间 我们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